国立台湾大学杰出校友 国立台湾大学学术类杰出校友 庄明哲 1957年 庄明哲院士于台大医学系毕业 在英国伦敦大学 取得精神遗传哲学博士 及精神遗传科学博士学位 曾于哈佛大学执教 并担任哈佛大学精神科主任 及精神卫生研究院院长 专精于精神分裂症 造育症 物质滥用 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等精神疾病 并在1965年 提出精神分裂症遗传理论 备受肯定 台大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让学生有这个机会去服务这个社会 那么我服务的方向就是 毕业了以后 毕业没有医生的这个山地 去看病人 照顾这个孤儿 台大允许你不但有课内的学习 也有扩坏的社会工作 1994年 庄院士获任美国国家医学院院士 并担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的国家精神健康咨询委员 更获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及美国加州大学总校教授荣贤 2009年 特聘为台大医学院精神科讲座教授 2010年 美国全国精神分裂与忧郁症研究联盟 授予杰出成就奖 庄院士并指导台大设立脑与心智研究所 促进脑科学研究计划 培育出众多的优秀人才 我有今天的荣幸 大半是太太的帮忙 跟有父母的培养 跟有幸福的家庭 三个小孩子现在都很成功 特别在这里我要感谢 台大医学院的精神科的指认 高子人跟医学院的院长提名 为了台大贡献的所有的人员 感谢你们 突破遗传精神之谜 探求基因城市解密 谢谢您的观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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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